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运动资讯与传播学系 创立于西元2010年 本系成立中指是为培育出具有体育专业 并且拥有新媒体整合制播能力的兼兵 在数位汇流的潮流下 透过网络科技与媒体平台的传播 结合运动产业多元化的发展 为面对全方位传播时代来临 本系着重于培养学生们具备体育运动专业解析 媒体直播能力以及资讯处理技术 在兼顾理论与实作的课程之外 同时成立许多不同的实习团队 由各领域的专业教师亲自带领各项专题操作 体系兼兵营是本系与中华民国体育记者协会所合作的训练团队 致力于培育出优秀的青年体育记者 经过有系统的训练后 产生出许多精彩的影像作品 其中体坛园丁系列专题深入了解基层体育的故事 透过采访拍摄与后制 将故事以专题报导的方式呈现出来 此外在2016年里约奥运前负责制作奥运点降录 借着与奥运选手的访谈 将备战期间的故事透过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同时也多次出击参与国内外赛事新闻采访 加深学生在体育新闻的编制经验 此团队也曾接手2011年至2016年企业排球联赛的转播工作 经历几年的转播更扩展企业排球联赛的观众群 成功为企业排球联赛提升知名度 中区运动联赛转播团队 借由参与本校举办之中区篮球联赛的转播 将现场精彩的画面在第一时间呈现给网络平台的观众 希望透过做中学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 获得各项成熟的转播经验 将摄影、导播、字卡、慢播等工作岗位交互人体 希望这些实作经验成功于产业接轨 运动勤搜团队本系为国内运动数据研究先驱 为了协助学生在运动资讯产业方面更有效的发展 透过与棒球比赛的结合 协助职棒球员训练 棒球经典赛影像录制 与运动数据的搜集分析 开发勤搜记录系统 引进大联盟使用的动作追踪系统 协助选手们进行训练 为双方都带来了互利效益 本系与GCN国际校园网络直播平台 针对各类型的全球议题 制作跨国跨校的现场直播节目 希望学生能在国际化的熏陶下 增进自身的语言能力 更能开阔视野了解不同文化 并拥有更丰富的国际观 VR虚拟实境 除了上述几个团队之外 本系也新增VR虚拟实境的实验团队 为本系学生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 本系学生在大三暑假期间 至各大媒体平台或体育频道实习 透过进入业界了解企业文化 期望提升学生们在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毕业专题制作 本系学生在大四毕业前 会以小组合作的方式 制作毕业专题作品 呈现学生们四年来的所见所学 无论是运动纪录片 资讯网站或是多媒体为主的专题作品 将自身的专业与体育运动结合 呈现每位同学辛苦一整年来的心血结晶 本系与杰安特公司进行产学合作 透过纪录片的拍摄学习运动行销 并在社群平台上呈现结果 使同学能更加快速地学习到业界的相关经验 透过四年多元丰富的课程与实作经验 让本系学生在毕业后 能拥有成熟的技术与丰富知识 让学生们能够顺利就业实现梦想